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有一个Application 这个Application可以包含到另一个Application的Data 叫做Object 例如这个可能是一个Word Processor 这个是一个Spreadsheet File 这个Object可以用两种不同的形式去Connect这个Application 第一透过Linking 连结起Application和Object 第二种Connect的方法就是和整个Object Embed 放进去Application 但无论你用Linking 也好 Embedding 的方法也好 其实Ole的目的就是令到Application之间有方法可以沟通 例如这里有个文件又可以夹一个Spreadsheet 变成你的应用可以很多元化 特别例如在Embed 的情况里面一个File Single File 可以包含很多不同的Object 而Object 的Data 是来自不同的Application 我们去看1 2 3 哪个是对的 哪个是对的 留意题目的重点我们在看Ole的Major Benefit 谁是Major Benefit 1 1 Data from differentApps can be included in one single file 即是一个单一档案可以包含来自不同App的Data 这个很明显对的 其实这都是正正Embedding的连结方式 我就说把Object 嵌进去Application里面 而这个就说Data from differentApps可以被Synchronize 同步化 其实就是说连结方式的连结方法 这个很明显都是正确的 因为在连结中你的Object Data Update 就会自动反映在那个Application里面 3 Data from differentApps can be stored in the same folder 这个看上去都是事实来的 They can be stored in the same folder 可以用同一个Folder去寻存起来自不同Apps的Data 但是这件事又是否真是一个Major Benefit呢 这件事并不见得是一个主要的好处 所以3应该是不对的 第二个答案是1 and 2 only 答案就是A for Apple DXC 2017 ICT P1A MC第10题 现在提到当年只有44%考生答对 而现在提到非常相似2021年第11题MC 都是同意问DBMS 就是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用Form去输入Data 究竟有什么Major Benefit 我们逐个看 A 简化Data的输入 这个好处显得对 因为起码都user friendly 这张Form 你入什么Data 都有个问题 一个Label 提一提你 因为这张Form 基本上是涉及Data的Input 所以这个很大机会是对的 但是稳妥起见 我们也看了BCD 第二个 Simplifies Report Printing 即化简列印报告的程序 很明显这个没相关 因为Form是负责Data Input Printing就是Output 所以没关系 C 省处存空间 这个几明显都是不对的 因为将Form只是Facility 即方便user去输入那些Data 而Data Base Table的Structure 譬如它有多少个Field 每个Field用什么Data Type 或者每个Field的长度是多少 全部都定了 基本上是不会省了Story Space 因为基本上Table Structure是没变度 而分钟因为我加多一张Form 有机会用多了少少Story Space Input 好 最后D Filter Data 将Data都过滤 这张Form基本上整个设计 都没有Filter的成分 即是没有 塞走你不想要的Data 所以这个很明显都是不对的 所以最后答案就是A DXC 2017 ICT Paper 1A MC第十二题 这题只有39%考生答对 每年都问8bit tools 但似乎每年的考生这题 都相对表现得不太好 因为很多时候都是问overflow error 为何会有overflow 因为我们在用8bit tools 无论多少bit也好 Range是一个Fixed range 即是有极限的 这个Range是无限的 这个Range是无限的 以8bit为例 最大就是正127 最小就是-128 所以正127就是0 接着里面就是7.1 在Tools Complement里面 0至头是代表正数 -128就是1 接下来7.0 1行头代表负数 无论你做什么运算 加减乘除数 一定要refin 这个Fixed range 这个固定的范围 极限 就是-128到正127 任何数只要离开了 就是离开了 这两个Number的limit 我们就说 它产生了overflow error 现在提报就问 下面这里有4个加数 哪一个是会产生overflow error的呢 首先看看这些数究竟是正数还是负数 正数加负数 这两个加数就肯定不会产生overflow error的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有互相抵消的功能 就是其实只有两个正数相加 或者两个负数相加 才会有机会产生overflow error 我就可以拿A的答案引证一下 比如A这个数正数 这个1位4位16位 这个是正25来的 留意后面加个负数 负数多少 其实我们都不要在意的了 因为你加个负数 无论你加多少都 你怎样都不会有机会 产生一个小个-128的数 例如我们用numberline去表达 这个是硬的 现在我加个负数都不知负多少 就是向左走 但无论行多少都好 你都不会超过这个-128的限度 因为你这个负数 最多都去到-128 对不对 最多-128 硬再-128 是不会小过-128的 因为你首先这里已经有正硬的存在 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数学原理 所以我可以直接看CD两个答案就可以了 我们先看看C 这是负数负多少 我们就加回后面的数字的位值 1位2位4 816 3264 前面这个负数 我们把它看为-128 这些就做加数 所以加上就是-58 我给一个-128 这些就是-124 这个加8 -128加8 这个就是-120 咦-58 再加-120 -178 这个是小过-128的 所以这里产生了overflow error 所以答案应该是C 我们稳定的 或者如果有时间证 我们查D的答案 这个是-128 你看到这里加很多个1 这些我们全部当是正数的位值 1-2-4-8-16-3-26-4 加那么多个正数 证明它加出来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数 即是负得很少 而后面这个-128 后面这里只加1-124加8 这个其实是-120 而前面这个加起来是-4 2个加起来 -4加-120 -124 都仍是大于-128 所以这个是-no overflow error 即是within表达到的range 的一个数字 所以这里confirm我们的答案是C for CAD DSE 2017 ICT PO1A MC第26题 这题都是只有36%效生答案 这里提到Peter准备设置一个新公司的website 里面有几个超连结 他认为他的顾客可以透过这5个超连结 去access到他的公司的网站 好,现在的题目就问一下 如果要这5个超连结 究竟Peter要注册或者申请多少个domain names 那我们首先看看这几个网站 它的top level domain 或者那个country code 首先.hk就是一个country code 所以这里就是 属于同一个domain name goodcompany.hk 这里可能会问 前面还有一个字不同的 web. 这两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我们叫做hostname 你可以当是一个电脑的名称 hostname 这里是代表两部不同的电脑 或者两部webserver 但是这两个webserver 都可以共用同一个domain name 就是goodcompany.hk 好,接着看第三个 这里有.com.hk 这里有country code 也有topleveldomain.com 所以这个和上面的.hk是不同的 另一个domain name 所以goodcompany.com.hk 就是第二个他要申请的domain name 至于第三个 剩下的.com 就是另一个topleveldomain 这里有两个网址 都是goodcompany.com 所以第三个申请的domain name 就是这个 goodcompany.com 同样前面的 www和web.hk 都是属于hostname 就是网站 伺服器的电脑名称 所以这一题答案 就是三个个道名 name 答案就是c for cat dnsg.2017ict.pv1a.mc.第3二题 这一题都是得41%效生答案 这一题都是一个typical pseudocode的问题 题目给了一句这样的if then statement 就给了x,y,z有三个variables 现在提问一下 如果真的要output到三个星星 即是要execute这一句的statement 究竟x,y,z有些什么value 才可以output到三个星呢 即是上面这个if的条件 要为true才可以true 这里有个not not了一件 所以这件就要出false 这个要出false才可以 理论上做的很简单 只需要将题目的四个答案 abcd,x,y,z的value 代下去 看谁会出到一个final的true value 这样就可以出到三个星 只不过我们代下去的时候 要留意就是公开市 十分强调这些boundary condition 那些窄界的情况 比如x大个30 这个又没有等于的 和这个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要留意这个 一看到这些大个小个等于的负 你就要打醒12分精神 那你试试代内先 比如x是20 y是true z是true 20 true true 20大个30 这个是false true and true 这个是true false or true 就是出true 所以出不到false 即是黄色的false 所以a的答案就不对 是错了 接着b x是30 y是false z是false false false 你小心点 30 大个30 是true还是false 30大个自己 这个很明显不是true 一定是false 因为这个是属于boundary condition 自己是不会大自己的 但是现在你说30大个等于30 这样就ok 自己大个等于自己 是可以接受 但是自己大个自己 一定是false 跟着false and force 都是出false 跟着false or false 都是false 这样就出得了 not false 就出true 所以答案就会是b 当然稳固的这件都要试了CD 但是这里留给大家自己去做 DAC 2017ICT P1A AMC 33题 这题都是33%效生 正好 也是另一题seudocode 但涉及array的问题 但这次不是问这堆seudocode的output 这里没有output statement 有while loop 他就问这个seudocode的purpose 目的是想达成什么任务呢 ABCD 整个答案 留意题目 这题的array A 即AK 里面的value 它是没有给你的 如果你真的想dry run 这堆seudocode 你可能就要自己去做数字 这样 就会有点麻烦 虽然我们知道每一个数字 都是一个 不是等于0的数字 但这题有趣的地方 可以凭它given那些选项 去判断它究竟合不合理 或者不合理 例如B的答案 increment p by 1 一个很简单的operation 就是将p加1 理论上一句 这样就搞定 p assign with p plus 1 没理由需要搞这么大弹 while loop 去做一句 本来一句就搞定的statement 而且你看这堆seudocode 都没有一句这样的东西 没有一句assign p加1 去p 所以我们可以先排除了b 是答案 另一个很不可能的就是d 你看看 sum of values in a 即是把array a里面 所有的element 所有的number 全部加完 记得我们学过algorithm 凡是我们做加数 特别加array a 明显你会有一个 明显你会有一个 你可能有一个reble 可能叫做sum 或者s之类 就是要做这样的operation 那你才有机会 你才有机会 将a里面的values 加到一个sum的reble 那里 接着这句还要loop 但我看看原来这堆seudocode 都没有一句这样的东西 assign s加ak 去s 这里是并没有一句这样的statement 所以基本上都可以排除了d 那所以剩下来 比较有机会就是ac a就是remove a p 就是remove aarray里面 某一格 就是p那格的element c就是swap ak and ak plus one 就是将与两格的内容对调 我们又看看c的选项 就是将ak和ak加一对调 看回原来这个seudocode 有一句这样的东西 将ak加一 assign 或者盖了ak那格的value 就是将a后面那格的value 盖到前面那格的value 但这个并不是swapping 如果这叫swap 你起碼要有三句statement 类似这样的东西 可能还要开一个tame的variable 如果不用tame variable 可能要做一堆加减数 或者乘除数 这样才能做swapping 这样做的一句 是绝对不能够成事的 所以c很大机会是错的 最后剩下remove a 第p那格 这个很大机会是对的 但我们最后都要做一次checking 我们就不用run整个seudocode 例如假设p 是2 2 2 k是2 然后k 小个登记 n-1 n我当作一个很大的数 例如10 接着 这个要做looping 我们看它做什么 k是2 a2 就是a2 就被a2加1 replace 即盖了它 简单来说 这句就是a2 assign with a3 然后k会加1 变成3 这句statement的合决效果 就是将a3的value 盖了a2 变上a2就好像没有了 因为a3后面的一个 盖了前面的一个 回应这个正直都是remove a2的value 可以再loop下去 结果都是这样的 就是a4和a3 a5和a4 如出来推 所以最后 正的答案 我们 confirm a for apple